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這個菲利浦鼓傳導耳機 這支TAA7607 那它這一次導入的雙麥AI降噪 那它還有一個模式叫做鼓傳導麥克風模式 所以我們現在打一通電話來聽聽看 一般模式跟鼓傳導式麥克風有什麼差異 好我們先打一通電話出去 我們先用的是一般模式 喂 我現在在大馬路邊 那你有沒有聽到我的聲音 有沒有清楚 然後外面的風聲啊 側聲啊有沒有很大聲 你的聲音蠻清楚的 然後側聲跟風聲是比較小聲的 那有聽到側聲跟風聲這樣子 對比較小聲 環境的聲音都有聽到 很小聲 很小聲 但是我的聲音是清楚的 對 好那接下來我換另外一個模式打給你 好OK 好接下來我來切換到 這個鼓傳導麥克風模式 我們把它打開來 好接下來我們再打一通電話出去 喂 喂 我現在換成鼓傳導式麥克風 這個模式啊 你聽聽看外面的車聲跟風聲嗎 有沒有跟剛剛有什麼差異 我就沒有聽到風聲跟車聲 然後你的聲音比較像是在 密閉空間裡面打的電話 比較悶 對 OK 那我的聲音有聽起來嗎 跟剛剛比起來 聲音比較不清楚 但是 跟剛剛比起來啦 但是還是可以聽得到 跟剛剛比起來 那個背後的噪音會比較 噪音 呃 就是外環境的聲音 基本上是沒有聽到 但是他你主要的聲音會比較悶一點 好 因為事實上我現在外面的環境啊 車比剛剛還多 就一直有聽來動 好 先這樣 好 掰掰 好 以上是這個兩個模式之間的差異啊 那就我自己打電話出去 我聽到對方的聲音 一般模式下 兩邊都會聽得到 但是在鼓傳導耳機模式啊 會只剩下左邊有聲音 而且在這個鼓傳導耳機模式下 那 他的聲音會是來自於臉頰鼓這邊 也就是真正的鼓傳導 這個模式下 就是讓你在騎車 那種風切聲特別大的時候啊 你可以避開耳朵造成的風切聲 直接透過臉頰鼓 去聽到對方的聲音 所以你在騎乘交通工具的時候啊 你的風切聲的影響會變成最小 那這個就是鼓傳導麥克風模式 跟一般模式的兩者之間的差異